哥林多后书 在圣经中这封信被称作哥林多后书或第二封信 但信中有很多线索显示 这并不是保罗第二次给古代哥林多教会写信 在先前的宣教旅程中 保罗在哥林多建立了教会 这件事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中 他离开之后 有人报告说那里出了问题 于是保罗写了一封 我们称之为哥林多前书的信纠正这些问题 不过好像教会中很多人拒绝了保罗在那封信中的教导 而且不服他的权柄 所以我们从这封信中得知 保罗亲自进行了他所说的痛苦的访问 然后寄出一封信 写信时他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 有过所有这些行动后 大多数哥林多人意识到自己的傲慢 向保罗道歉 想与保罗和好 之后保罗才写了这封信 让他们相信他对他们的爱和忠心 这封信由三部分组成 每部分阐述一个鲜明的主题 保罗首先在第一到七章 确定了他与哥林多人的和好 然后在第八到九章中 主要的话题就是被遗忘的慷慨 在最后的十到十三章 保罗挑战那些仍拒绝他的哥林多人 好现在一起来看看每部分的内容 保罗在书信开头感谢 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 在这段争执时期给他和哥林多人 带来的平安与鼓励 保罗承认自从上次不愉快的访问以来 事态一直紧张 他表示他已经原谅了他们 并希望建立一种诚实 坦率的关系 但为什么他们起初会拒绝保罗呢 在新的后半段会发现 哥林多人不把保罗这位领袖放在眼里 是因为他们认为保罗穷 靠体力劳动收入微薄 他不断地遭受迫害和折磨 经常无家可归 更糟的是 他不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 因此一旦哥林多信徒接触到 其他更有钱 更威风的基督徒领袖 就开始轻看保罗 实际上 他们以保罗为耻 所以保罗首先回应的是 哥林多人仅仅因为其他领袖有钱 有口才 就抬高那些人 是对耶稣的背叛 这也反映了一种扭曲的价值观 保罗说 真正的基督徒领袖 与其地位或自我宣传无关 保罗描述自己和其他使徒 是耶稣的奴仆 这位君王正带领他们 走在得胜的道路上 保罗的工作不是要人佩服他 而是要把人引向那位永活的主 耶稣 接着他顺便提到 哥林多人不久前的一个要求 让他提供推荐信 来证明自己的权威和资历 对保罗来说 这很荒谬 如果不是他建立教会 哥林多教会就不会存在 所以保罗说他们 就是他真正领导力的证明 就是他的推荐信 他巧妙地引用了 先知耶利米和以西杰的话 说永生神的灵 将推荐信写在了新约子民的新版上 哥林多人不应该要求 比这更多的证据 提及新约时 第三章 保罗用很长的篇幅 比较了神 借着摩西与以色列人 所立的旧约 同神借着耶稣和圣灵 与哥林多人 所立的新约 旧约是在西奈山上立的 有真正的荣耀 连摩西自己都因神的荣耀而发光 但那荣光终会褪去 更不用说旧约律法 并没有真正有效地改变以色列人 相比之下 新约更加荣耀 因为复活的耶稣 就是神的荣耀 并且他永远活着 正是他的灵 使人变得更忠心 就像耶稣自己那样 这些听起来很奇妙 有谁不想分享神的荣耀呢 但随后保罗指出 十字架带来的冲突 颠覆了哥林多人 对荣耀和成功的认识 毕竟耶稣先经历了痛苦 刑罚和死亡 然后才有做王的荣耀和尊贵 耶稣在十字架上 显明了神的救恩 他被定死 是因为世人的罪 是为了让人与神和好 但十字架所做的不止这些 他显明了神的品性 神为了他人的益处 而完全舍己牺牲的爱 同时也显明了一种 背起十字架的新的生活方式 保罗的目标是 他的生活和服饰 都效法十字架上的主 所以虽然他的使徒生涯 卑微 痛苦 贫困 但都是为了服侍哥林多人 因此当他们不认同 保罗的贫穷和受苦 就等于不认同耶稣 保罗的生活方式和领导方式 实际上证明了他 真实的代表着被定十字架 并复活的耶稣 保罗很想与哥林多人和好 但他要等到他们发生改变 并接受十字架 看似矛盾的道理之后才可以 结束了热切的呼吁 保罗讲起一个话题 被遗忘的慷慨 当时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 因饥荒陷入贫困 保罗就在他刚建立的教会里筹款 其中多数信徒是非犹太人 他们都送了救济的礼物 作为在基督耶稣里合一的标记 这些教会大都乐于给予 但哥林多人因为与保罗的冲突没解决 所以没留出捐献的费用来 对保罗来说 这不只是钱的问题 这也表明哥林多人没有被耶稣的福音所改变 而这福音的核心就是慷慨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本来富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他通过钱财的比喻来讲福音的故事 耶稣放弃了荣耀和财富 降卑自己 像个贫穷的奴隶那样死去 好让人因为神丰富的恩典从罪恶和死亡的贫穷中被高举成为富足 做基督徒就要让这个故事深入到你的思想和内心 让他把你变成一个更慷慨 更愿意分享自己的生命和资源去帮助他人的人 在书信的最后部分 保罗重点讲到他与哥林多人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 他讽刺的称那群令人印象深刻的领袖为超级使徒 他们到哥林多来抬高自己 诋毁保罗 说保罗是个贫穷失败的领袖 冒着自夸的风险 保罗说 如果这些人真想和他比资历 他完全比得过 他们是犹太圣经的专家吗 保罗也是 保罗是纯正的法利赛人 他把整本圣经都熟记于心 他们想吹嘘他们对耶稣的广博知识吗 保罗曾亲眼见过复活的耶稣 并与他同行 保罗也见过耶稣在天上宝座的意象 但更重要的是 保罗奉献了一生去履行耶稣的使命 他牺牲了舒适和稳定的生活 从未向哥林多人要过钱 和那些收取很多费用的超级使徒不同 保罗亲手做工养活自己 但是保罗说 他拒绝夸口这些成就 作为基督徒 这都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相反 他要夸口的是 他的不足和软弱 正是在这些不足之处 他发现了耶稣的爱与怜悯 就像耶稣曾经告诉保罗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在信的结尾处 保罗严肃地警告哥林多人 他们需要省察自己 他们对保罗和他的生活方式的面试 对那些超级使徒的推崇 都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耶稣是谁 他们没能像生命更新的信徒那样生活 所以保罗再一次的邀请他们 在耶稣的爱面前谦卑下来 哥林多后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独特的视角 让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和耶稣十字架的道理 十字架挑战了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我们看中成功 教育 财富 但神看中谦卑和软弱 因为他的爱和能力 是透过耶稣受苦的死和复活 显明出来的 十字架也释放出改变生命的能力 带来圣灵的同在 使跟随耶稣的人愿意选择十字架的生活方式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这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经意 找住工作 找 hora 找个命系 找 Free 感觉 找rika 找我们 请 我们 我们 她 有一段